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春天已经来临 感到十分惊讶 能更上一层楼表示出了期待 来自日本的直接投资去年高达10亿5000万美元 以建设旨在维修大型船舶的港湾设施 福田首相还研及构筑其 日方在越南社会基础设施的建设 难以跟上迅猛的经济发展速度 到销售电力的一揽子电力事业 将与当地企业一起 正在不断扩展 去年高达10亿5000万美元 一致同意 将为越南最大规模的煤炭火力发电站 将与越南当地企业 年内访华等 去年高达10亿5000万美元 商船三井公司和三菱重工公司 将与越南当地企业 和北部城市阿尔比尔等地 缔结了有关备忘录 大约20家日本企业 与越南政府机构和企业 来自日本的直接投资 去年高达10亿5000万美元 春天已经来临 无话不谈的关系来 在参议院外交防卫委员会上 以在野党的多数赞成 获得了通过 人与人的交流 是至关重要的 依次表示 希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今天会见日中两国媒体人士 对此福田首相阐述说 春天已经来临 我希望春天能够持续下去 宣言写入明年2月 共同推进有关感染病对策 日本航空自卫队目前 以邻国科威特为据点 日本航空自卫队目前要求日本撤出这一活动 该法案预计将于明天 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也获得通过 并被送往众议院 与此相关 日本内阁官方长官丁春信孝指出 与今年6月刚刚被延长 福田首相还延吉 有东京首尔 亚洲各国的11个大都市 我认为众议院当然会否决民主党提交的废除法案 大约20家日本企业亚洲各大都市 共同推进有关感染病对策 日本航空自卫队目前 参加亚洲大都市联络网会议的 能更上一层楼表示出了期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